一早他們就也帶掉其他民間的監視路維系來釐清當時發生的一個現場的狀況 他現場人確實也在下面 那下面的話依照這個作業 當然這家公司他必須要有通風設備才能夠下去 所以這方面當然會有很多疑點 我想昨天第一時間包括勞工群、水利群都有到現場 我們初步了解是一個勞安的事件 到底是這個狀況、原因 以及相關的哪裡有這個部分 需要來做進一步的釐清 因為現在一早他們就也帶掉其他民間的監視路維系來釐清當時發生的一個現場的狀況 勞工群這邊也有相關的一些主管道現場 那也做了一些相關現場的一些收證 那今天在水利局這邊也提供了一些相關的資訊 那主要就是人員方面疑似墜落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跟警察局這邊請警察局協助 那調閱周邊的一些監視器的引帶 那來判定說現場的一些工作狀況 因為我們現在對現場的一些判斷沒有辦法很完整 因為這個部分在現場只有兩位從業人員 那周邊也沒有辦法有一些居民可以跟我們提到說 現場的人員到底他的一個進出 還有他的一些所有的作業時間 那另外就是家屬發明 昨天晚上有去醫院做慰問 那今天主管也會跟同仁到現場去做慰問 那另外就是針對這一些相關的標準作業 那我們會依照這一次我們勞工局這邊 調查出來的一些相關的狀況 我們做檢討 所以因為這個通報是1999通報 那他是因為污水管阻塞 所以我們出動的只有一台高壓衝洗車 跟兩個操作人員 所以他的作業完全都是在地面上作業 所以並不是說要下去還要做通風設備等等的 要下去局限空間裡面作業 所以相關的一些程序上 還有他的一些人員出現在人孔這個部分 真的是需要調查 高壓衝洗車一個要控制水壓 一個要控制管線都是在上面 因為那個控制水壓 用控制水壓去清那個管子 所以他必須要有兩個人在上面作業 因為那個管子會一直一直伸進去 一直伸進去 那種是高壓衝洗車的管子 它都撞進去 所以標準座位是這樣 那昨天有說針對部主做開發是哪個部分 那麼我們認為說 總而出議員派來講 應該有違反到 直接案子會是把第六條旗艦規定 最後要可以拆除這個30萬元 其他更詳細的是要 我們必須要調查清楚之後 再能夠做確定